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下来打算倒出来给陈妈喝的时候 病房外一片吵杂 哎呀 你们轻点 疼死我了 陈可觉得声音有点熟悉 刚想起身出去看看 两个人进了病房 只见一个女人扶着一个老人 正往这间病房的另一张床走去 陈可妈所在的病房有两张床 她睡的外面这张床 还剩余里面有一张 陈可瞅了瞅 居然是前夫王子谦的妈 她的前婆婆 真是冤家路窄 连住院都能在一个病房 陈可坐起半边的身子 当作没看见 反正两人也没有关系了 她将鸡汤倒出来 盛了一碗给陈妈 鸡汤的香味 立马钻进每个人的鼻孔 前婆婆闻到香味 也看了过来 见是陈可 一点不客气 笑着说 是陈可呀 还煮了鸡汤呢 正好 妈还没吃中午饭呢 陈可没搭理她 大姑姐不高兴了 说陈可 陈可 你也太没礼貌了 妈跟你说话呢 陈可看了眼大姑姐 觉得她还是那么 让人觉得不顺眼 多管些事 我们不熟 鸡汤就没必要喝了 你怎么说话呢 大姑姐冲着陈可喊 一副长辈的架势 陈可懒得搭理她 以前刚结婚那会儿 大姑姐已经离婚在家 欺负她是嫁进来的 样样想着 以女主人自举 做她的主 还挑拨王子谦 跟她的关系 所以对于这个大姑姐 陈可真的喜欢不起来 现在两人都离婚了 大姑姐还想指挥她 也不看看 有没有那个资本 大姑姐见陈可不搭理她 也没放在心上 她拿出手机看了看 嘟囔了句 子谦怎么教科费那么久 还没上来 话刚说完 王子谦就出现在病房门前 两人四目相对 陈可只觉得有些尴尬 王子谦对于看到陈可 也非常意外 更多的是欣喜 陈可知道 王子谦心里还有她 当初离婚 是陈可执意要离的 只因为她受不了一个家庭力 大姑姐和婆婆都能做她的主 样样想插手她的事 唯有她这个当事人 没有话语权 而王子谦呢 不能说不好 她也想过调和 可一个是她姐 一个是她妈 她根本说服不了 最后委屈的还是陈可 一想到以后都要过这种生活 陈可就感觉到窒息 她一忍再忍 谁能想到 前婆婆和大姑姐 会越来越过分呢 大姑姐离婚后 专注搞事业 折腾了几年 还真给她折腾起来了 自己开了间小公司赚钱后 就将王子谦拉进去一块儿干 婆婆见大姑姐和王子谦 这么有出息 瞬间觉得自己的身价 都拔高了好几个档次 渐渐地就对 只生了女儿的陈可不满起来 这话里话外地嫌弃她 催她生二胎 陈可不愿意 怕真的生了二胎后 女儿在这个家更没有地位 所以一直扛着 起初王子谦还能帮她说说话 久而久之也扛不住 大姑姐和前婆婆的 轮番洗脑 也做起陈可的思想工作起来 最后 俩人还因为生二胎的事情 吵了好多次 陈可觉得 王子谦束住以前婆婆 和大姑姐为准 压根不管她的想法 心里伤心不已 王子谦觉得 陈可一点不理解她 夹在中间的为难 种种矛盾叠加在一起后 陈可爆发了 她提出了离婚 家里的所有财产 她一样都不要 只要女儿的抚养权 前婆婆知道后 指着她破口大骂 要提离婚 也是我儿子提 你有什么资格提 就你这样的家庭 带着个女儿 我看谁会娶你 也不撒泡尿罩罩 自己什么样 陈可憋着一口气 就是这辈子不结婚 这婚也必须离 然而王子谦却不同意离婚 她心里还爱着陈可 俩人是彼此的初恋 共同走过很多美好的瞬间 她想不明白 明明恋爱的时候那么美好 为什么结婚后 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她苦苦地哀求 陈可不要离婚 不要轻易将这个家拆散 陈可一脸冷漠地问她 不离婚可以 你能搞定你妈和你姐 你能让我以后都不受委屈吗 你能让我在这个家里 做自己的主吗 王子谦回答不上来 陈可知道她不能 就算继续生活下去 她只能继续委屈自己 做不了自己的主 而现在她唯一能做的主 就是离婚 有了前婆婆 和大姑姐的助力 两人的婚到底是离了 看着王子谦痛苦的模样 陈可心里没什么波澜 带着女儿 仅收拾了自己的衣物 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五年的家 原以为跟他们再无瓜葛 哪里想到 这才离婚半年不到 就在病房里遇到 还那么巧地 住在一个病房里 王子谦走进来 对着陈可说 怎么妈生病住院了 你也没告诉我一声 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 忙不忙得过来 跟你没关系 就算我忙不过来 不是还有我爸吗 陈可对王子谦的态度淡淡的 倒是月月 看见爸爸还是非常高兴的 大姑姐站在一旁 有些不耐烦的吩咐 行了行了 不要啰嗦了 待会儿还有事呢 既然有陈可在这儿 那子谦 我们先去忙自己的 让陈可照顾嘛 行行行 你们去忙吧 有陈可在这里就行了 就这么两下功夫 大姑姐和钱婆婆一唱一和 就把陈可安排清楚了 只是他陈可为什么要听 让我照顾人 想都别想 陈可冷冷地出口 我可没这义务 自己又不是他家庭的保姆 凭什么要照顾钱婆婆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王子谦一听 连忙俯下身 做陈可的思想工作 陈可就帮忙照顾一会儿 我和姐有急事 要回公司处理一下 你辛苦辛苦 这是你妈 不是我妈 我不会管她 说吧 陈可将鸡汤递给陈妈 一副跟她无关的表情 钱婆婆不高兴了 让你伺候会儿又会怎么样 我好歹是你婆婆 你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 真是没礼貌 我妈怎么教我做人 还轮不到你来插手 你也不是我婆婆 别忘记了 我已经跟你儿子离婚了 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你也没资格让我伺候你 怎么没资格 你们离婚了 也有义务伺候我 大姑姐见不得陈可 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 拦下婆婆开口说 大不了给你工钱 你以为我稀罕你的钱吗 陈可 你要适可而止 让你伺候妈是给你面子 你要是做好了 你和子倩复婚还有希望 否则 你们俩这辈子休想在一起 就是妈同意了 我也不会同意 我这辈子都不会和王子倩复婚 你们也休想把我当免费保姆 陈可就觉得好笑了 当初是她提离婚的 大姑姐凭什么以为 自己还想复婚 她家条件是挺好的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想挤进去 都会稀罕 至于王子倩想复婚 那是她单方面的想法 跟她诚可无关 凭什么就会觉得 她会同意复婚 王子倩见两人剑拔弩张起来 怕控制不住 立马出声说 自己留下来照顾钱婆婆 让大姑姐自己先去毛公司的事 大姑姐对陈可非常不满 临走还不忘留下一句 子倩你要想清楚 不要头脑一热就答应复婚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就算要去 你也要去个乖巧听话的 而不是陈可这样的 王子倩一脸无奈 费了好大劲将大姑姐哄走 回来后 王子倩不仅照顾钱婆婆 还顺带着照顾陈可妈妈 陈可一点不领情 完全无视她显殷勤 陈可妈住院的这几天 王子倩跑得挺勤快 比对自己妈还伤心 惹得钱婆婆心里振振不满 故意当着王子倩的面 想让陈可 做这样做那样的伺候她 陈可只当婆婆不存在 对于她说的话 一丁点动作都没有 一点不等礼貌 就算不是你婆婆了 我好歹还是月月的奶奶 让你伺候下我有什么不可 那又怎样 我也没有伺候你的义务 王子倩一看 俩人又快吵起来了 连忙将她妈扶了起来 带她去做检查去了 趁着这个时间 陈可妈妈拉过陈可说 小可呀 我看了子倩这几天 蛮有诚意的 她心里还念着 跟你复婚的事情呢 你好好想想 陈可心里也认可 王子倩这几天的表现 只是心里还在倔强 妈 我没想过要复婚 那你现在可以好好想想 我看子倩好像也改了不少 这几天 不管你前婆婆怎么不高兴 她都没有由着她 可能真的能理解你了 陈可没有再作声 心里也有了一丝松动 在医院待了几天后 陈妈的身体好了不少 决定提前出院 办出院的这天 王子倩早早就给跑完了手续 陈可不愿意欠她的 将住院费用转给了她 还多转了一千元 就当跑腿费 王子倩心里一阵刺痛 问陈可 你一定要跟我算得那么轻吗 陈可不敢看她 我们俩还是算清楚一点好 我可不想被你妈和你姐说 我占你便宜 陈可 我们一定要这样吗 陈可没说话 扶着陈妈上车 驱车离去 这几天 陈可也感觉到王子倩变了很多 即使知道前婆婆心里不太高兴 她也并没有只顺着她的心 如果以前王子倩能这样 他们何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陈可在心里告诉自己 再观察王子倩一段时间 只要她真的改变了 她愿意看在月月的面子上 再给她一次机会 只是 陈可没想到 希望破灭来得这么快 陈妈出院回家的第二天 大姑姐直接杀到家里 看见陈可 她满脸怒气 陈可 真看不出来呀 当着我的面 说得多好听 绝不会和子倩复婚 你怎么做的 还没复婚呢 就想花她的钱 怎么这么不要脸 你胡说八道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妈都说了 昨天你妈出院的费用 都是子倩给你结的 你真好意思拿 就这么几天 子倩居然敢忤逆我和我妈 你到底给她说了什么 当初是你自己要离婚的 怎么 现在后悔了 又恬不知耻地想回来 陈可没想到 大姑姐说话这么难听 她刚要回嘴 王子倩刚好出现 拉着大姑姐 让她回去 大姑姐甩开她的手 回去什么回去 今天说清楚 我就是不同意你们再在一起 我就想不通了 你条件那么好 何必老盯着陈可看 她只会跟我们作对 陈可知道 大姑姐看她不顺眼 因为在家里 她是绝对的话语权 但自从陈可和王子倩结婚后 处处跟她作对 没有把她当女王一样伺候 所以她很不满 可陈可又不是大姑姐的奴仆 为什么处处都要听她的 婚姻是她和王子倩的 大姑姐处处插手 算怎么回事 陈可看王子倩两边为难 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王子倩喊 是啊 她条件那么好 何必屈尊来求我复婚呢 王子倩见陈可说气话 也急了 但又不敢对她姐生气 只好哄着陈可 小可 你少说两句 言外之意 就是怕惹毛了大姑姐 陈可自嘲地冷笑两声 亏她以为王子倩改变了 原来她没变 是自己变了 因为对她抱有希望 所以将她美化了 其实 她还是那个王子倩 根本没变 如果一旦发生争执 她还是不敢忤逆她的家人 还是会一味地让她忍 既然如此 她何必让自己 再跳一次火坑呢 想通后 陈可将王子倩和大姑姐赶了出去 心里从此 也绝了跟王子倩复婚的念头 往后余生 她只愿带着月月 好好过日子 绝不会再对她有期盼 她陈可也不差 何必只会望着王子倩一个人 如果又何事地 真心疼她爱她的男人 她不介意展开另外的生活 只是 经过一段婚姻后 让她明白 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即使在一起 她也会着重看另一半 在处理家事时候的态度 而不是只会让她忍 忍是逃避问题 而不是解决的方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